各位 我給大家一段聲頻聽聽 實際上有一群人走進去 右口那幾台下 給他們打兩巴打兩巴就說 我啊 我現在是和你們賣命啊 你們還在喝茶 還要支持這間這樣的東西 走啊 你們走 新聞是沒有報的 但還有一個好悲就是說 難道我會站起來和他藏嗎 打不到我就算了 全場的人基本是客滿的 為什麼會沒有人站出來幫忙 打了那兩角被人打幾巴那幾台客 怎麼樣 就立刻站起來 跟著你走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就是說你中國人根本就是 不管哪上傷 哎 總之不燒到我一口 我走得就走 走不到我就不出聲了 我九個月我自己都認為不對 但是問題是 我發聲 我被人打 打死了那怎麼辦呢 我自己拿來辛苦而已 他就認為去那些人很偉大 所以你們不聽我說是不對的 我現在你們這些老人死了 就是我去支持世界的 為什麼你們不幫我支持世界 現在昨天在那裡飲茶 我真的因為我跟著去沙田看大戲 終於沒得看了 人家都改場 立刻 cancel 了 那你想怎樣呢 他就告訴你 你不聽我 你整個香港就要倒了 就是這樣 你可以說什麼呢 大家聽到了 原來那次那天 在沙田廣場裡面 他們不止 只是撕美心酒樓那些票 還在裡面 嘔打市民 這個是 無區別嘔打 人家在喝茶 你走過去刮人家兩巴掌 這個就是嘔打市民 但很可惜 香港人太軟弱 由得他們這樣做 真的太軟弱 我當然不贊成 好像以下這段片段一樣 大家先看看 這個發生在美國 就因為有人持軍 跟警察對抗 幾圖跟軍打一個警察 警察照著他胸口開槍 開完一槍之後他要逃手 警察繼續開第二槍 我們最少聽到兩聲槍聲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香港 你猜會怎樣 香港警察有沒有這樣做過 沒有 香港警察沒有向市民開過槍 你看看這一集 那些暴徒 竟然扔汽油炭 進去地鐵裡 這個地鐵是屬於地下的一個地方 是一個封閉的空間 隨時搞出人命的 隨時搞出人命的 今天那些暴徒 麻煩香港警察 嚴力執法 將他們誠之於法 不要再給他們在香港 橫行無忌 香港現在變成好像一個暴徒管的世界 這是不可能的事 香港市民也是時候和暴徒割席 任何遊行不再參加 任何遊行不再參加 直至社會秩序回復平正為止 這是我向大家的鐘谷 希望大家聽聽